結婚不夠一個月就宣佈做人成功的陳展鵬 這日出席活動的時候明顯心情好看 因為終於過了三個月 可以和大家分享這個喜順 是啊 很開心 因為一早都想和大家宣佈 但因為可能我們中國人 和我自己都比較緊張 所以怕小朋友小氣 所以到昨天才正式和大家宣佈 所以最辛苦其實是我太太Phoebe 因為在這個過程裡其實她都很辛苦 因為剛巧我們同一時間拍婚紗照的時候 就發現安排拍婚紗照 去婚紗照的時候就發現 我們大家竟然是有了個嬰兒 陳展鵬就透露 預產期是明年的四五月 但暫時還未知道嬰兒的性別 其實我是無所謂的 但聽說女兒是很顧家的 但是我 Phoebe是喜歡兒子的 但我喜歡女兒 但沒所謂的 兒女也沒所謂的 那你學定怎樣照顧孫婦未 都要的 都要的 今年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 非常重要的學習階段 無論是有自己的家庭 照顧家人 現在還做爸爸 很快 一年內要學習很多東西 但我希望我可以做得好 所有的位置角色都做得好